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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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更新换代迅速的娱乐圈 镜与点也渐渐沉寂下来 而2015年的打架事件 更对他的事业影响是最大的一时起不过 他帮邱启明暴打何兄弟发生口角的司机 之后被判刑七个月对此 小编只想说 每个人与人与事都会有自己的选择 也需要对自己所做的负责任 镜与点在圈中 也曾被传性格执念火爆 现在的他和现任 可以说是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了 看得出来镜与也是女儿奴役美啊 经常在微博发一些小日常啊 这么美的女孩 要是能上亲子节目该多好啊 虽然镜与不曾大红大子过 但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仍旧会有人记得他 这便是实力演员和明星的差距吧 即使他们没有流量 没有热度 可十年 二十年之后提及某个角色 我们一一就会满脸惊喜地教导 来 是他也法靠 还是这么牛 现在正火的演习攻略不就证明了吗 镜与的眼神实在太有戏了 还有这场戏吐血的戏眼的贼好想来镜与应该会翻红一下啦 这不禁让小编心声感慨 更新混带如此之快低于乐圈 颜值和演技再高 也可能就某时某刻沉寂和只有认真演戏的实力派 才会得到怀念才会翻红的资格 流量不配为王